欢迎来到美厅 年轻不富老来富的五大生肖 晚年不缺钱 子女又孝顺 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哪些生肖在年轻时可能默默无闻 但随着岁月的沉淀 他们却能在晚年积累起惊人的财富 并享受到子女们无尽的孝心 人们常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但对于某些生肖来说 岁月更像是一把雕刻刀将它们雕琢得越发精致 它们就像陈年的美酒 越老越醇厚 越活越精彩 那么这些幸运的生肖究竟是谁呢 让我们一同揭晓 一 生肖牛 一 默默耕耘 终得丰收 属牛的朋友 他们年轻时便如同田间的老牛一般 默默耕耘 不声不响 他们不会追求一夜暴富 而是选择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 他们深知 只有踏实的努力 才能换来真正的回报 岁月流转 属牛的朋友进入晚年 他们的坚持和毅力 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他们早年的积累和储蓄 开始显现出威力 无论是投资还是理财 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他们的财富 如同秋天的稻谷一般 金黄饱满 令人羡慕 属牛的人眼光长远 他们深知晚年的幸福 离不开年轻时的努力 他们不追求短暂的快乐 而是选择节俭生活 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们懂得投资自己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 为晚年生活创造更多可能性 同时他们也更注重子女的教育投资 希望子女能够成为有用之才 孝顺父母 这份深谋远虑 让属牛的人晚年生活 无忧无虑 享受着岁月静好的美好 3.子女孝顺 天伦之乐 属牛的人 他们一生勤劳 对家庭的付出和责任感 是无人能及的 他们与子女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这份情感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他们用实际行动 1.1滴的教会子女勤劳与责任感 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 让子女们受益匪浅 当子女们成年后 他们自然懂得感恩与回馈 对父母孝顺有加 晚年的属牛人 他们不仅享受着财富带来的安逸生活 更有子女绕戏的欢乐 这种天伦之乐 让人羡慕不已 2.生肖拓 1.温和智慧 晚年得福 属兔的朋友们 他们的性格就像春天的威风 温和而宜人 他们并非那种张扬的人 但内心却蕴含着深厚的智慧 在年轻时 他们或许并不显眼 但总能在生活的关键时刻 展现出让人惊叹的聪明才智和果断决策 他们如同一颗潜藏在石头中的宝石 等待着时光的打磨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随着岁月的流转 兔兔们的智慧愈发醇厚 他们懂得在人际交往中 如何巧妙地积累资源 如何以心换心 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尊重 到了晚年 这些曾经积累的资源和人脉 推动他们的财富不断增长 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色彩与可能 2.情商在线 家庭和睦 属兔的人 他们天生聪明 且情商高超 总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家庭关系 他们深知 家庭与事业同样重要 因此总能巧妙地平衡两者 让家庭成为他们最温暖的港湾 在这样一个充满爱与和谐的家庭环境中 他们的子女也学会了感恩和平 和孝顺 到了晚年 属兔的人不仅能够享受到自己心情工作积累的财富 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幸福 3.投资有道 稳健增长 属兔之人 对于投资理财之道 有着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 他们深知 盲目追求高风险高回报 并非明智之举 稳健投资方能行稳致远 每一步的决策都经过深思熟虑 不盲目跟风 更不冒险行事 岁月流转间 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投资 汇聚成他们晚年生活的稳定裁员 他们的生活哲学是 慢及是快 不求速成 只求稳健 3.生肖蛇 1.深沉内敛 厚积薄发 鼠蛇的朋友在年轻时 往往给人一种深沉而神秘的感觉 仿佛他们的内心是一片无法触及的深海 他们不会轻易地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而是选择默默地观察 悄无声息的积累经验 他们具备一种超凡的洞察力 能够捕捉到别人难以察觉的机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积累逐渐显现出他们应有的价值 当鼠蛇的朋友步入晚年 他们终于迎来了事业和投资的丰收季节 享受着自己辛勤努力带来的甜美果实 二、理性理财,晚年无忧 鼠蛇的人天生就具备着理性与冷静的特质 他们对于金钱的态度更是谨慎而明智 从年轻时期开始 他们就懂得规划自己的财务状况 以理性的眼光看待投资与消费 绝不轻易浪费一分一毫 这种深入骨髓的理财观念 让鼠蛇的人在金钱管理上显得游刃有余 随着他们的财富逐渐增多 到了晚年时期 往往已经拥有了相当可观的资产 这使得他们能够过上高品质的生活 无需为金钱而烦恼 享受着人生中的每一份美好 3.子女理解 孝顺有加 鼠蛇的人或许在外人眼中显得疏离而难以捉摸 然而 他们对于家庭的热爱 却如同潜藏在冰冷外表下的炽热火焰 温暖而深沉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地守护着家中的每一个成员 为子女的成长倾注了无数心血 在子女长大成人后 这份深沉的爱意也得到了回报 孩子们不仅理解了父母的艰辛 更用实际行动表达着对父母的感激和孝顺 晚年的鼠蛇人 不仅在物质上享受着充裕的生活 更在精神上收获着满满的幸福和满足 4.生肖马 生肖属马的朋友 他们的一生就如同驰骋在广袤草原上的骏马 永远不知疲倦地奔跑着 年轻时 他们怀揣梦想 热爱自由 不畏艰难险阻 始终勇往直前 即便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遭遇了重重挫折 他们也从未有过丝毫退缩的念头 到了晚年 他们早年的心情付出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 无论是事业上的辉煌成就还是财富上的可观积累 都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变得富足而充实 2.独立自主 子女模仿 属马的人 他们天生独立 从不依赖他人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 心情耕耘 为子女树立了自力耕生的榜样 他们的子女在耳濡目染中 也学会了独立与自强 更懂得了孝顺之道 当属马之人步入晚年 他们不仅能够享受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 更能感受到子女的陪伴与尊敬 3.眼光独到 投资有方 马儿们在投资的道路上 眼光独到 他们既有着冒险的精神 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年轻时拨下的财富种子 经过岁月的浇灌 晚年时往往能开出绚烂的花朵 他们的财富故事 不仅见证了他们的心情耕耘 更彰显了他们过人的智慧 5.生肖猪 1.心宽体胖 福气自来 生肖猪的朋友们 他们性格随和 心地善良 相信傻人有傻福 年轻时 他们或许因为不争不抢 不张扬 而显得不那么耀眼 然而 他们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善良和乐观 用真诚和善意去对待周围的人 这种的善良和乐观 让他们积累了无数的好人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好人员逐渐转化为 实质的帮助和机会 在晚年 生肖猪的朋友们会发现 他们的财富自然而然地增加 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 2.家庭为重 幸福晚年 猪猪们深知家庭的重要性 将其视为生活的避风港 在年轻的日子里 他们不辞辛劳 为家庭的幸福 拨洒汗水 只为让亲人享受到更优质的生活 到了晚年 这份付出 终于换来了家庭的和谐 与子女的孝顺 幸福指数 直显飙升 3.财运亨通 晚年享福 生肖猪的人 似乎总是被财运所眷顾 他们并不刻意地追求金钱 但财富却总是不期而至 降临到他们的生活中 在晚年时期 猪猪们的生活 更是悠闲自在 毫无压力 他们积累了足够的财富 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无论是旅行 品尝美食 还是追求其他兴趣爱好 他们都能尽情享受 感受生活的美好 正如古语所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无论是勤勉的牛 还是智慧的蛇 亦或是随和的猪 他们的晚年 之所以能够不缺钱 且子女孝顺 都离不开年轻时的付出和积累 生活是一场马拉松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掌舵人 只要我们用心经营 总有一天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果实 记住 幸福和财富 往往青睐于那些 有准备 有智慧 有爱心的人 希望每位小伙伴 都能在自己的生效征途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道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